政權統治方面的危機 這個危機感現在是非常強的 但是他們解決危機的辦法 習的新的執政團隊 解決危機的辦法不是防守性的 而是進攻性的 這個進攻性包含剛才提到的 這一大套的七個有支 打壓七個有支 然後號召絕對忠誠 這是進攻性的之一 進攻性之二是我曾經提到的 中共統治集團 其實面臨著特別是習上台以來 面臨著三個天敵 天敵 一個是互聯網 這個是從來中共歷來執政 以往的執政 沒有經歷過的一個新的一個生態 這個互聯網他們是恐怖之極 恐懼之極 所以採取了無數的這種打壓手段 各種各樣的封網措施 但這件事上 因為技術的進步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未來我相信它的任何打壓都可能在新的技術進步面前 喪失它的這種阻擋能力 這是一個天敵 第二個天敵是中國模式所帶來的對中國環境和氣候土壤等等 方面的破壞 這個模式的破壞 這個對中國生態的破壞 他們採取的辦法也是進攻性的 比方說去搞一帶一路 用我的說法就是 禍害完中國要禍害全世界了 這個也是進攻性的 第三個天敵 就是它自己的八千九千萬黨員現在 它要回到初心 要回到所謂共產主義 其實這些黨員都是在入黨做官 而且入黨去撈各種好處的總體理念下加入這個團隊 那麼這個天敵它要把它改造過來就是現在這些做法 但是我相信這三個天敵它恐怕都戰勝不了 再次開動